新闻来源主持人安东 26比1 冯德莱恩计划失败 欧盟26国反对中欧脱钩 仅立陶宛双手赞成 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刚赢得连任 冯德莱恩就迫不及待要破坏中欧关系 说明了什么 据观察者网报道 刚成功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就打着所谓降低外部投资风险的幌子 试图推动对华投资审查计划通过 很明显 冯德莱恩就想给欧盟涉华投资添堵 实现所谓的中欧投资脱钩企图 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计划遭遇惨败 欧盟27个成员国中 只有立陶宛表示 完全支持对华投资审查计划 其他26国明确反对 更让冯德莱恩尴尬的是 正在访华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也对他发起挑战 欧盟内斗已经摆上台面 冯德莱恩试图进行中欧投资脱钩 完全在外界的预料之中 因为这位欧盟二号人物 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代理人 作为经济体量 足以与中美并下齐驱的大型经济体 欧盟却在冯德莱恩的带领下 一步步成为美国附庸 但欧盟26国完全不给冯德莱恩情面 公开反对所谓对华投资审查计划 这让人没想到 毕竟冯德莱恩有美国的支持 他能以401票的高票支持赢得连任 足以说明美国对欧盟的控制力度 但极变如此 冯德莱恩的计划依然失败了 这是为什么 有分析指出 欧盟26国反对对华投资审查计划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欧盟积极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 反而让自己陷入能源危机 经济疲软 通胀高企 民生成本飙升等困境中 然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中国依然维持了亮眼的经济增长 成为欧盟重振经济的唯一希望 而且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单一消费市场 对欧盟企业有巨大吸引力 因此很多欧洲企业在中国有大量投资 没有在华业务的也想尽办法 进入中国市场 第二 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 能够承担对华脱钩的严重后果 德国知名智库伊福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如果欧盟对华单方面脱钩 实际GDP将下滑0.52% 若是双边脱钩则是0.81% 这个数字看似不大 但要知道 英国脱欧给德国实际GDP的影响 也只有0.14% 换而言之 单方面对华脱钩 就会让德国遭受英国脱欧 至少四倍的损失 而且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国家 就是靠着中国和俄罗斯保持经济发展 俄罗斯提供大量低价的矿产和能源 中国则供应零件 机电产品 生活资源 最大销售市场和低成本生产工厂 现在 德国已经失去了俄罗斯 再失去中国 无疑是自觉生路 如果德国经济崩溃 势必会引发整个欧洲的大崩坏 显然德国等欧洲国家 没有勇气走出这一步 考虑到自身经济发展问题 以及外部环境影响 欧盟各国不可能同意冯德莱恩的计划 而且冯德莱恩完全不掩饰美国代理人的嘴脸 已经让欧盟国家非常不满 正在访华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已经与中方签署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三年行动计划 拿到想要的东西后 梅洛尼马上对冯德莱恩发起挑战 置信驳斥欧委会对意大利法治状况的批评 而且意大利政府还把信件公开了 直接把欧盟内部矛盾摆上台面 事态后续会如何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